《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來到《山山來遲》 我是方國珊 亦都很歡迎我身邊的專業動力的林志遠 今天又再同大家分享 講回志遠其實你的專長是在化工 今天我們其中的話題 我們包括有關於 可能今日傳承或這幾天 傳承都很關注的掃化劑 今天亦都好似記獲過去那幾天 有個議題是城中所有名人大官 都很關心的潛建 一路潛建的問題 無論你有錢沒有錢 大家都燒到或影響到 今天我們都很難不提 因為今次本來都不想再提 過去一直都說關於環保村屋 怎樣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 令到大家都可以減低 即是說有些非法或是非法潛建的問題 但今日報紙就比較收到一個訊息 比較誇張一點 屋宇署署長 全港真是監管這個潛建問題的 是一個最大的負責人 原來他自己家裏在銅鑼灣的豪院 都疑似有潛建物 在外場加建一些露台位 有一些可移動式的 據聞叫可移動式的 其實我看上去就像是鋁昌 他說可以移動的 這個疑似未入職的違規改建 我自己有感看 這一類究竟他是不是有結構 移動的不是等於沒有結構 如果我作為工程師 我就會覺得 如果處長當年時未升職 買豪院不過很聰明 三千多呎 這些絕對是豪宅 幾千萬單位 不過當年也要說一句 這種形式的露台 陷入適宜又是無傘無擋 其實可能好天曬落雨淋 雨水兜面蓋進來 所以豪院應該是1960年或70年起的樓 即是70年代的舊樓 所以你說他的設計 可能在某些規劃上 或是未能夠達至到 令居民的生活全面可以適應到 你的意思就是以前的標準 在今日未必適合 是的 至於我想 都是同意你說的那個看法 以前他用那種規劃 可能或者是私隱道 以至其他包括可能安全 例如可能這類露台 你看到他沒有遮掩 如果原裝是這樣 其實某個程度上 就是他凹凹色 你不要說安不安全 小朋友隨時爬高 跌落街 這些都可能有機會發生 所以在一些舊職的情況下 這些物業很多時都不出奇 原來不是1960年的 這些塗織 1960年 即我都說 逢香港真的很多物業 都充積於六、七十年代起 六、七十年代起 這些房子的舊職 都頗令到市民 可能他以前的實用面積 捉 捉得好 90多% 但反過來 可能那個規劃 未能夠與時並進 例如在三個角度 例如測量私學會 副主席廣先生說 家建玻璃窗維風露台 是否屬入職 是屬於灰色地帶 但他建議市民 就算是灰色地帶 都應該要入職 以免你踩界 因為如果不符合到 核准建築圖織 單位就很容易發生 跌槍的意外 因為你是後家 保險就不包 是 跌槍人就大問題 另外立法會議員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劉秀成 Patrick就說 雖然法例上的確列明 如果沒有涉及結構建築物 內的工程可以豁免入職 但很多窗戶加建的工程 很多大的窗戶加建的工程 財算豁免 卻沒有清晰客觀的準則 現時的署長這個說法 等於自己變成一個先例 之後的人不入圖則申請 便以窗戶為風露台 其實很大不要嫁壞 這個都要小心 阿署長 所以我想最好就是 其實現在可以簡化 其實阿智 因為現在最新的情況 就是業界 他現在知道除了入職 因為大家可能 網友都不知道 入職的逃職費 不知道多少錢 最少幾千元 是呀 真是最少幾千元 他們規定了 我們入職屋宇處的逃職 每一份是一萬零五百 這個銀碼 未計建築師 或者我們相關AP 或者我們測量師 或者我們工程師 入的文件之前的職費 即是我們的顧問費 滑圖 是的 要顧問費 加一加一萬元 可能是幾萬元 或者怎樣都兩三萬元 變成了每一隻槍 又說要這麼貴 變成本效益 未必可以普及 令市民也有壓力 白上加根 但是為了解決現在現時 一些不斷不合法地加建 以及這個情況也挺普遍 香港真的寸金不寸土 不是寸金寸土 不是寸金寸土 真的沒有那麼大 現在幾萬元一尺地 所以政府特別在發展局核下的屋宇處 他們也推出了一個新的方案 就是要委託一些註冊的成建商 他們現在有分三級制 就是ABC三個牌 如果一些簡單的建築維修 或者改籍 或者一些 A&A 我們叫做 Amendment and Alteration Works A&A Works 他們就可以委託這三種成建商 你這些成建商要考牌 正正現在有一類 好像叫做Top-up course 他們要讀幾個月 拿了一張沙紙出來 有一個證書 你就去服務市民 而他們有任何改動 例如鋁窗 有些結構 包括一些簡單的結構 例如浪三架 窗外的一些冷氣機 這類都會受他們的處理 如果簡單進入圖 亦是很重要的 不要先斬後袖 先袖後設計後建築 這樣的做法之後 我想政府現在簡化這個程序 如果循住這些註冊成建商去處理 你就一勞永逸了 志願你怎樣看 尤其是我以前都住在一些舊樓 其實都覺得 你有沒有訪問 你有沒有設建 拆了 是嗎 你坦白 你家裡加建了甚麼 之前是 反正你都說拆了 以前是60年代 因為那些都是60年代堂樓 很實用 很實用 但其實很多時候前後都加了陽台 這些很正常 基本上是凍凍樓都有 很多年都拆了 即是陽台整個加起來嗎 前後 整個是在牆身伸出來的 加鐵 有結構 有些不同的 明白 另外就是天台有很多時封頂 原來你是賭帽標準的加建模式 當然也拆了 現在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現在都不是自己的了 已經出售了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常見 尤其是在舊樓方面 很多時天台樓 很多時加個頂 又租到一層 尤其是油尖網那邊更加嚴重 是的 所以其實 你說是否應該是規管 其實應該是規管 因為天台多一層 自然整個樓層的負擔會重了 即是重量 沒錯 另外 當然這是其中之一 但是 雖然你說是室外 或者建築上 但是有時可能有些人都需要關心一下 譬如很多時一間樓層 間開了很多間房 即是劏房 對 劏房 即是他只在裏面打凍劏 其實劏房最危險的問題 就是可能那個走火通道 以至他除了走火 防火方面之外 亦都涉及水喉的安排 譬如包括如果你劏身房 可能你加廁所 你逢真後加廁所及浴缸 你就很容易令到樓下漏水 結構出問題 因為其實 逢真碩屎 你 為何要下碩屎 除了你承擔力之外 它包住那些水喉 以及鋼筋 如果有水長期浸住 那些鋼筋或鐵脂 你就很容易生瘦 一生瘦 你滑掉了 你就變成鋼筋 你就變成負擔 結構就出現問題 本來一幢樓 可能你的石屎結構場 可能是有五十年以上 可能大大縮短 所以這件事也是要關注 劏房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想不單是油尖旺 其實全港 不單是新界市區 都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件事 如果今天說 屋瑜處處長現在這個個案 如果豁免 然後所有公屋 很多六七十年起的 通常廚房的位置 有一個開放式的窗戶 然後有一些鐵脂在前面 通常很多居民 又是六七十年代 可能是蘇屋邨 或者樂庫 甚至彩虹邨 可能很多都是 在廚房位落晒浪的位置 可能是鐵脂 然後你伸手出去 但因為隨著時日 我們與時並進 那時我們很多時 以往是用鐵槍 現在今時今日 安裝的鋁槍很簡單 一千來二千元 很多時居民 為了減低好天曬落雨淋的情況 他們就加了鋁槍在這裡 在室內 即是剛剛在鐵脂的後面 但其實如果這個情況 以我的理解 其實都是僭建 如果你真的要去風雷 去執行這些清拆僭建 其實我想影響的居民 真的以全港性去佔比例 我想真的隨時沒有一半 都幾百萬人受影響 其實你說剛才可以簡化的程序 我覺得是很重要 因為那些真的實際操作上需要 所以其實也有實際需求 不單止你說有實際需求 其實亦都可以作為一個更合理的 將那些承建商有法可依 和好好地循著一個正確的途徑去規管 因為過去那些老班師傅 其實我方國先生很有趣 其實之前我完全不是讀工程那邊 但因為我自己讀工商管理 但因為我後來大學畢業回來 接觸了一些建築工程的東西 我認為這樣也可以 例如舉例我小時候學習的時候落地盤 我們跟外籍人士合作做一些工程 做一些防水的工程 我們都很捨得用料 用到防水的物料在英國買回來 它們一卷一卷的防水膠 就滾出來 令到防水的效用更佳 可能香港也會用防水漆油去做 但它不單止做防水漆油 還要做一些叫Waterproof的Membrane 一副卷出來 很貴 即每一層都有 類似這樣的東西 做防水Membrane 我那時就覺得 就照做事 但原來那些師傅 工程的人很有趣 你知道地盤師傅哥哥 擔著口煙在那裡卷 我自己接觸的時候 都覺得這樣也可以 為什麼呢 你一勒穿了防水膠 就整幅沒有用 就等於游泳池 你穿了一個洞 你便全部都漏水 原來嚴謹到 譬如我們外國的工程師 他們一看到 這個工作人員 不需要再回來了 明天你不用回來了 你現在可以早些回歸 我想這就是工作的態度 香港人有些老班師傅 是很尊重的 但亦都有一些良友不齊 所以我看到 或者可能另一方面 就有些做成建商那些 他們不看圖的 甚至於西方形成建設結構的 tow wall 即是我們說腳趾牆 即是用來站 令到那個retaining wall 這些結構牆 是可以巩固的那方面 又有膽 開花園 做大一點的花園 剁了一些圍牆 其實那些圍牆 經常有助於鞏固山坡 所以這類情況 我都見過不少 所以今次說 政府在成建商的立例 我又聽到一些行家 和一些青年一代 他們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 我會肯積極去做 因為為甚麼呢 他現在等於即私 他在屋住簽的圖 他可以收錢 不單止 他亦都可以提升他的業界 即是有規有矩去做事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不合法地 去亂按簽 即是被人告 是呀 即是上身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方案會比較好一點 以及對居民來說 洗費亦沒有那麼貴 你下次找到即私 即是即私 即私是AP加起來 當然是不同的非同凡響 價錢收費 所以亦都不是每次都找 埔織師 埔織師 即是入屋的即私 最近是特別旺 因為實在全港性 有很多僭建 都要找他解決問題 不過就著剛才說 僭建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希望 透過專業動力 亦都可以在某一些 僭建的專題講座 可以提供到一些幫忙 我們接下來 我們專業動力亦都會計劃 安排一個研討會 以及一個講座 到時 剛才我們準備好 就通知大家網友 因為很多居民 真是不知自己家裏 究竟哪些是潛建 還是不潛建 以及有沒有違法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真是想知道 你必然要去屋宇柱 因為所有全港的建築物 除了戰前的樓宇 可能沒有入職之外 或者有歷史文物 可能沒有入職之外 其實大部分 就算是唐樓 舊職你也有一個很簡單的圖職 是進入了屋宇柱 我們一般做工程的 或者建築師來說 他怎樣離定 都是叫你現有的圖 然後作一個比較 如果以往沒有的 後加的 就不理你是大觀貴人 都是潛建的 至於是否有非結構性的 室內裝修的 就要再找建築界的朋友 大家去離定 所以如果你說室內裝修 都要小心 例如舉個例 一些開放式廚房 其實大部分 可以說大部分 一般而言 所有開放式廚房 都是不合規格的 原來真的不合規格 是 因為為甚麼 情況就是 如果一般入職時 就不會做開放式廚房 如果你真的要做開放式廚房 一 可能住宅要加花灑喉 第二 可能在走火通道裏 要再加大 因為你明火 如果火勢一發的時候 譬如你是一個可以密封的 一個有防火門的廚房 火勢可以受一定時間的限制 控制到它 但如果你是開放式廚房 火洩一飄出來時 萬延的速度會很快 所以一般 好像早前我們 在香港的 Gonato的Icon 他們受樓書寫明 開放式廚房 其實已經是違規了 所以這些就是設計師 他是設計的樓 是想住得很優柔 跟你實際在屋宇處 配合各方面的條例 做法也是有一定的分野 因為其實你說開放式廚房 我想香港也有很多是這樣做 是的 亦有很多是違法 是的 所以都幾大問題 我聽到好像說 特別有很多 第一城 不知道哪類的 都很多 譬如我舉個例子 淘大那邊真的有很多 是 淘大 因為你可以想像得到 譬如說你 香港三四百呎的單位 就打算住兩夫妻 一個小口子 去居住 可能他們很多時是無法夫妻 廚房使用的時候 可能只是煮一早餐冷袖 煮一早餐冷袖 是的 他們覺得平日的視野 如果你打開了廚房 視野就會廣闊一點 通常這些就是 裝修公司的設計師 就會這樣去設計 但他們的設計 往往跟屋宇處的規例 背道而設 亦會導致屋主或業權人 會蒙受損失 還有一件事要補充 就是當如果現在我們全城都要涉及一個維麗建築 或者在合法建築的視野裏面要這麼關注的話 我都要奉勸一些業主或物業的持有人 我們要關注一下 如果將來你們出售這個物業 如果它的圖織 是跟你現時 譬如舉個例子 開放式廚房的例子 如果你出售的時候 你出售買賣雙方的律師 對家可能會因此而啼啼 而導致整個成交是會成功 即是會做不到的 所以大家都要關注 其實開放式廚房是可以設計到的 不過你可能也要有補償的工作去做 今天的潛建議題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向前看 不過我最重要的是想提一件事 環保的意識是否真的可以正式落實 我在這裡也很補充 其實我們過去一直 我自己就算做議員也好 我覺得 譬如我們跟一些地區人士 或者以致其他立法會議員合作 其實都沒有什麼合作無間 我覺得好像早前我跟劉秀成議員 他是建築工程系那邊 以致其他專科的朋友 他們都可以大家合作 好像早前我見到文協的馮檢基 他在立法會有個提問 問得很好 就是等同我們關注的太陽能 再生能源 他就問了關於處方 發展局 或者環保局 究竟有多少再生能源的申請 譬如在天台頂 當一間村屋 在天台 譬如在再生能源方面 政府有什麼協助 或者他們申請是怎樣的情況 原來過去 他的答案在立法會是一個答案 回覆回來 原來過去有55個住宅和商業的元素 就申請加建太陽能 再生能源 都是全部獲批准 這個我覺得是好消息 另外就說電網 電網就是 譬如說太陽能 你接太陽能在天台 接了之後 你怎樣去承接電網 這方面 中華電力 和港燈 譬如說 如果你是非牟利團體 就不收費 或者是著情 如果一般住宅 就好像有300萬瓦克的電 他就收1,000瓦克的電 他就收300元 去製造電網 但其實我就看到 如果你說用太陽能去生發電 可能都要很大的電網 也要儲 其實儲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在太陽能上 其實因為現在說得最多 有一個甚麼問題 就是太陽能一定要即發即用 如果它不即發即用 儲存就會可能 因為電池 其實不要看電池車 好像這麼環保 其實有可能不是很環保 因為它的物料可能會從很遠的地方拿過來 當中涉及多少的運輸費用 其實都不少 所以你說加大一個碳綜織 沒錯 另外就是 反過來你說 去電池的問題 電池的問題 當然它要儲存 但其實現有的電池儲存到的電能 都不是很多 我之前好像聽過有朋友說 就說有些國家 太陽能那邊 當然是政府的部署 這是台灣有部署 這個我知道 另外 就是好像聽說 可以將 你的房子發電 用不完 配合到電網上 這個整個概念很好 但技術上好像很難做 我想後者正正正現在 中電和港燈在做的事 譬如說你用不完 你就放在電網上 但其實 相對需要工程的技術要很高 我好像聽說是在德國正在做的 是的 但當然太複雜 有些工程也未必都很清楚 但聽起來你也覺得 你要入到電網 其實真的不容易 他們現在所謂的電網 亦都可能涉及 因為現在直流電 是最實際的 譬如說中電 變電站 一押 到你家門口側變回 是的 去到我們的家住家庭 使用量 你用多少 他提供了 但就不需要儲電 但問題是 現在他們所謂 他們所謂的電網 就可能是幫助你們自己家居 譬如可能 當你天台 可能他要有一定 或者地上 他要放一定大的電池 而當他用不完的時候 就存在電池裏面 但我舉個例子 我知道香港港鐵 其實他的列車 他們經常都要換大電池 他們退役那些 可能現在有一些機構有興趣 就拿了這些電池 很值錢的 對 很值錢的 其實因為這個 他們不太節省 譬如說 當你去到 因為你知道港鐵 都要運送很大量的居民 每天出出入入 所以他們的電池的損耗都大 但他們不會用到電池 最後生命的終結 他才會換 他也會七、八成 他就會把它換掉 如果你還有三、四成 給民居安排 我覺得NGO 一些非牟利團體 我覺得這也是好的方向 而令到 真是可以把太陽能 存在 不過成本亦有一定 第二就是究竟將來這電池 氣致方面是怎樣處理 是否又走去堆填區 有沒有機會拆散 然後將一些東西過濾 然後循環再用 這要關注 電池應該可以重新再用的部分 有很多 尤其是現在都是用鋰電池 或者一些鋰碎碼的電池 其實都可以再用 所以我希望 其實不是說不可以再用 是看製造商和使用的 有沒有心去再用 所以我覺得電子產品的 生產者的責任制 其實真的要推出 我現在覺得 否則那些使用者的態度 就會覺得 既然可以 要存盤再用 要成本很貴 如果你不在生產的時候 已經是加上價錢 你根本對於 到end user的時候 你去怎樣棄置它 你只會選擇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扔掉堆填區 如果不然 你就會想想 譬如生產者的責任制 一條龍 你到end user 他就變成 譬如說我對影印機 影印的發展生產商 有責任要將舊機回收 然後拆件 然後循環再用 大家調整生產線 整條生產鏈 或者使用鏈 才可以有一個循環再用的價值 但我想再說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政府 雖然不說就說 現在逢侵使用再生能源 即是就住立法會的答案 其實他們就說 我們自己覺得 應該要有適量的補助 好像你剛才說 台灣有補助 甚至德國、歐洲 他們都有補助 但香港有甚麼補助 當你中了再生能源 他就說 五年之內 你入息稅 慢慢利得稅 慢慢減 可以用來扣稅作用 這件事 其實是幫助 即是給你 depetiation 即是給你 去五年內扣減 但這件事 我覺得 為何不直接在購買時 就支付一些 其實可以支付它 但問題是 你那個 誘因不足 沒錯 不足夠 這件事也是政府需要檢討 你現在 2020年 德國說 我不玩 是 廢核 全的德國 德國已經是一個 我認為是科技尖端 大樓的國家 他們現在已經確立了 在2020年 全線把輻射的發電廠的全面關閉 證明大家是循序漸進 看看可不可以在其他的再生能源 在這十年八載裏面 是可以去增設 而去減低核電的需要 我覺得應該是兩者平衡的 一就是在其他的再生能源 加多些資源 而令一些有比較大的危機 一些可能危害市民生命 說生命的一個發電工具 就減少 我覺得這也是比較有承擔的 政府的一個看法和處理的方案 所以奉勸我們放下身段的政府 希望都要積極在一些 做多一些誘因 去推動我們香港市民 加強在再生能源 無論是太陽能 綠化天台 熱水氣 風力發電 想到的 廚餘再造 真是積極 有些誘因客 就不要太過機械化 其實個別有些資金都是很緩慢的 我們今天講這個僭建的話題 就到此了 另一個議題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其實就要請教Kenneth 我今天見到一份報紙 他就講這個議題都很大家素化劑 原來即食麵米粉都含素化劑毒 這個就說 原來廣州超過一半的樣本超標 日食兩包就中招 其實我也是很熱愛公仔麵的人 其實小時候都被媽媽罵 他說一定要過水 即將膠質篩出來 我們的監製我們的導演都笑 因為自己也有份食 所以這件事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Kenneth 阿智宇 其實說出來大家都未必相信 其實這個素化劑 根本就不應該放在食物裏面用 那是甚麼素化劑 素化劑其實以前我們很多時會說的 叫增素劑 譬如你將 因為通常膠 很多時它整條Polymer 其實很硬的 你要令到它軟化 可以再做一個模式 其實很多時都要加增素劑 令到它軟化 才可以再用得到 而這款通常我們所說的 那款DEHP和DBP 其實都是很常用的增素劑 而這兩款是常用於哪些膠呢 是PVC膠 PVC膠就是平時我們搏的燈喉 燈喉 還有可能渠 但那些膠其實大家都知道 PVC很多時 即是它是軟性一點 PVC膠後 PVC可以是很軟的 因為那些電線膠只是PVC 可以去到那麼遠 但通常燈喉不會那麼遠 但無論如何都好 加增素劑很多時 都會增加它的毒性 所以很多時本身的膠未必有毒 但加了增素劑都會有毒 很多時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樣搞法挺毒的 你聽起來都知道 對 沒有口味 但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基本上這件事 是不可以放在食物上用的 但不知為何就可以放在食物上用 這是台灣開始發生氣這件這麼大的事 其實如果看回食環署的資料 好 我們跟網友分享一下 我們香港的監管方面 就住這一方面是怎樣處理的 其實監管暫時在素化劑上 因為其實香港對於很多食品添加劑 其實監管都說沒有明確的法例 有的也不是說很多 譬如可能這些甜味劑 Sweetener 防腐劑那些可能會有監管 但有其他食品添加劑都未必有 而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時 這個所謂的素化劑 就被人拿來當作起雲劑 即是Counding Agent 用來用 有時可能 其實你吃過豆腐花 你可能會知道 我們平時吃豆腐花應該放石膏 但很多時候我們買現食的豆腐花 就不是放石膏 是放一些添加劑 沒錯 就是類似的東西 但這件事 現在我們說這些DBP和DHP 其實政府都寫明 不可以拿來當作起雲劑來用 所以整件事就會變得 會不會是台灣那邊監管有問題 其實事實上好像真的是 我剛剛昨天聽上網的資料 就是說這是亞神水扁時代流下來的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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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 那不是吃了十年嗎 2000年 對 那不是吃了十年嗎 對 這是2000年開始 我之前去台灣 這些不是政治 單止政治迫害 這個是食物迫害 所以其實都很大問題 其實這方面是真的 大家都看到 嘩 吃了那麼多年 那之後怎麼辦呢 我又覺得這樣 阿戰遠 你剛才 因為你本身讀化工那方面 也是專才 無論你是DHP或DINP 其實根本在香港 立例是不可以放進食物 其實這是歐盟有規定 但其實歐盟的監管EU的條例 其實都適用於我們所有食品產品 當然 其實你來來去都是有幾種 你一旦是UK 我們以前在香港 你當然是跟英聯邦 現在是歐盟 或是美國那邊 是的 所以無論你的電子產品好 或者你的食品都好 你都要符合他們的 國際國家檢核的要求 但好像我以前記得 那個叫甚麼 早前的醬油食品 有一種叫做 三罪青鞍 三罪青鞍 始終我覺得化學品 你真的 或者是從食品裏面 你很容易衍生到一些 又說容易會致癌的物質 其實根本都很緊 例如我自己家裏都是做醬料 我們進一批貨進去英國 可能一檢查 在你的食品裏面 你有三罪青鞍 可能是不能超過0.01mg的比例 是 通常是 這個可以最重要的單位 你不能超過1mg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是有很大的監管程度 是在膠裏面使用 其實歐盟在2004年的時候 是禁止了這些 在玩具 對 玩具是完全禁止了 因為很多時候 小朋友會放進口 是完全禁止了 即是在膠裏面也不會使用 何況食品呢 對 港食物沒錯 簡直是不能接受 基本上是不可以接受 我自己這樣看 我自己從政了過去這幾年 我也留意到 早前 大概年多 接近兩年前 我們香港的食物標籤 就爭取得很重要 我聽到有些說法 也有些政黨或者有些議員 就說很反對食物的標籤 就說會令到香港進口的食品 就會有很多限制 如果你反觀今天 我自己就很希望 真是他們需要配合 我們香港的食物監管 如果你是進口食品 麻煩你連一張餐廳 當然是中文或者英文 我們香港兩雲三宇 你中英有對照 我就不理你從哪個國家來 你夠膽連 無論你起雲劑好 添加劑好 你清清楚楚 我們願食我們就願承擔 所以現在我反而覺得 當年政府在食物監管方面 周一樂 這個做得得正來的 他有沒有僭建 他有沒有僭建 好像有 但我覺得他今次反而有軟建 我覺得如果這方面 我早前不要說只是食物 或者現在我們公仔麵 另一方面我自己很擔心 Kenneth 譬如你很多洗頭水 護髮素 我都聽過很多國家的不同的演繹 都說 其實為何你會令到頭髮這麼軟 他裏面應該都是有一些類似 添加劑 我不知道他添加什麼 會有的 但你要留意一下 通常你洗澡洗頭 你臉、眼、鼻鼻都會接觸到 其實從皮膚的滲透 其實都可能很容易會中招 這個有某些化學物是很容易受 很容易經過皮膚吸流 所以其實都要小心 所以你說也難怪 為何早前我們在美國 或者相關的國家 他們這麼瘦或者這麼出產 也要大量回收那些什麼鴨仔 鴨仔膠 放進去那盆水 跟嬰兒一起洗澡 他們就說可能在鴨仔那裏 就會有一些 其實都是應該是這些 鴨本耳甲酸耳甲脂 都是這些增數 對 很多時候不DNP 就是DIBP 那些會釋放出來 令到有機會令到小朋友容易致癌 其實就你剛才說的那個食物代表 其實完全是整個概念很重要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你那些食物添加劑 放在6個名牌裏面 是一個代號來的 我說代號是怎樣的 可能E10107那樣 其實我們買那樣食物 其實是否真的知道那樣東西是甚麼呢 其實就早前 可能有些網友也聽過 就是內地西哥爆炸 是 是 是 打點進去 是 沒錯 但是有些內地官員未澄清的 但是因為其實未知這些彭化劑 其實對身體有沒有害 因為其實都未有很實際的檢測 知道它裡面是甚麼 所以其實根本是民眾是 不知道這些有沒有害的 其實我覺得內地的西瓜爆炸 只是冰山一角 是 當然 其實我聽到的多 橙 為何要噴到這麼金黃色 就要噴一些顏色的色素在表面 無論是金 桔 橙 香蕉 又要催化 讓它早點熟 總之差不多內地的食品 很多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今次就辣到澎湖了 即是台灣了 即是我以往理解 台灣都是比較早年開發 在食品發展那裏 亦都有很多廠房 應該到安全 應該到安全 怎知道令人極為失望 今次即是說 素化劑醜聞就越揭越黑 而令到甚至台灣的兒童 在食品的超標情況 去到2000倍 亦都有這樣的關注 你想想我們對於一些化工的品質 放進食品這裏 真的需要很小心 其實Kennin 我想趁著這個時候 問問你其實有些甚麼化學的成份 是合法地而可容許放進食品的呢 大家都知道這裏應該就是防腐溼 是其中一樣 另外其實可能大家有喝 可否說一下這個品牌 可樂是嗎 是可樂 我也知道 可樂其實甜味劑是可以加進去的 但其實有某些 譬如有某些甜味劑 其實都聽說會被世衛說是可能致癌 不過不要緊 咖啡也可能致癌 談到電話也有可能有 所以有時候都顧不到這麼多 對 即是快樂人生 最重要看開一點就可以了 對 這兩樣都可以的 其實另外就是可能有些食用色素 食用色素可以加 其實你可能在這些食物標誌上面 你看到的成份都會有些可能 就是不適意的 就是那些多少 那些 但我覺得消費者是完全不理解裡面的數目 即它的數字是代表甚麼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應該是政府加強宣傳的 很值得去加強宣傳 現在我們網上那麼方便 我覺得食物安全中心 以至我們的食安局 食環處 食物環境局 即是周一駱局長 你可以把所有這些相關化工物料的資料登上網 除了登這些上網之外 你右手邊最重要是 在食品裏面 你幾多mg裏面 有幾多成份 是會在世衛超標的 但不要看少到單位 單位其實很容易 譬如有些 之前說福利布林說的 拗了很久 就是100克裏面有多少 還是每份裏面有多少 這個其實對很多消費者來說 那你應該用 兩個標準 其實兩個標準 其實都很理解到 譬如你吃幾多mg 即是你食品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一定用重量去計算比例 你便知道我吃到多少 譬如說原來吃了一粒 舉藥便已經中毒 那你的份量 你便很清晰知道是多少 我覺得這件事 要值得推廣和教育 令市民便吃得安心 又睡得安心 便不用那麼容易致癌 因為其實現在 香港人真是致癌的情況 是嚴重了 即是很多人 避無可避的 即是吃雞又說會很容易 雞翼又說會癌症 很多東西 那些酵素 所以如果剛才Kenneth 你說了有幾樣東西 是這個防腐劑 是 色素 色素 就是甜味劑 甜味劑 還有剛才提到的 某些起雲劑 都是可以用的 適量的起雲劑 其實我又覺得這樣 如果吃豆腐花 放一些石膏粉便算了 石膏粉又有些益 有些哪些益 聽說是幾 Kalcium Koi Kalcium 應該是Kalcium sulfate 聽說是幾下火 聽說是幾下火 這是媽媽教下來的知識 所以如果你吃一些比較傳統 我經常覺得 當然防腐劑 哪會有人覺得是健康的東西 當然我們隨著社會的變遷 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即食的 或者可以放得比較長遠的食品 我想這麼多位網友 家裏有幾罐罐頭 公仔麵 這些都是加了適量的防腐劑 那怎樣可以我們減少 吃這一類罐頭 預製的食品 而去多些吃一些新鮮的健康食品 而去令到自己身體健康 這件事 我想市民大家都應該很清晰 但是就是說 避蒙可避的 香港人的節奏 間中也要吃這些東西 實在有多好吃 但是這樣也好 不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政府在網上可以提供這些資料 但是在食品標準 我覺得中英對照 再加上 不只是化工名 而是世衛的比例也要放進去 這個要跟業界諮詢 對 說許居民 或者市民普羅大眾 就是藝民鬼識 那些什麼EO7 對 不過問題就是 你也要寫 變成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是有權知識的 明白 還有這是做了 不要說有些少 宣傳某些行業 其實在之前早前 曾鑫權說的六大產業檢測和認證 其實是製造了市場給他們 是的 如果你在這方面 剛剛這方面是值得推動的 正如政府也說了 六大產業 六大優先的產業 我們香港的產品驗證 這方面是值得推廣 例如剛剛台灣有些食品 譬如說它的乳酸菌 即是有些乳酸飲品 即是有些乳酸飲品 即是那隻細細瓶 逆力多 譬如我不是說的 亦多 即是某一隻牌子 即是類似乳酸菌 它驗出素化劑濃度高達於2108ppm 即超標是超出2108倍 即只可容許1ppm 所以你說這個案 台灣衛生署的規定 根本你已經是超出一百萬分之一 即是很誇張 即是超出2108倍 即是你說幾千倍 你說幾天很恐怖 所以我想這方面 真是對於青少年 或者小孩子 如果飲用了這些 能否中到 很大影響他們的成長 成長 而且有很多人說 即是現在說這些 即是會令人不育 尤其是男生 我想也是 其實 所以現在 不要說台灣 香港很多父母 其實除了 即是關心 究竟那些食品 裡面會否有這類成分 即現在即是減少食用之外 亦都會擔心 很多人都去了衛生署 檢測小朋友 即是是否大了 小了 即是不正常 即是太大了 即是不正常 即是他們說 你說 即是那個 即是小朋友 無論他們說 食了這些素化劑 而影響他們的生殖能力 那方面 大了一些是說 即是不正常的 你是否說是否可能有一些過早 即過早 蕭蕭蕭蕭那類 是的 譬如它包括 令到增加患生殖的疾病 有的 譬如乳腺癌 卵巢癌 這類方面的風險 所以父母有擔心 所以我們香港大學都研究 發現可能素化劑 會有機會令到 痴性荷爾蒙 會有一些不協調 令到他們 荷爾蒙分泌 有些痴蟲激素 即是痴激素 令到他的身體會有一個錯誤 發出 是抑制了打發生生產 令到他 亦都會有機會 是有些急性的毒性作用 在你安眠下 所以 我覺得 無論你是生產商 即是商人也好 食品的生產商也好 或者你是玩具 或者一些清潔產品也好 其實作為一個良心的企業商人 你應該是賺得其所 不要 不要納亂將成本 為了減化 或者減低成本 而下了太多這類物品 而令到別人 用到生病 或者對於他的生命 是有危險 或者甚至中毒 這方面值得大家好好檢討 真的 發夢都沒有想到 台灣也是這樣 對 台灣的吸引感覺都是去吃東西 對 還有那些東西安全 對 今時今日 不知道去台灣夜市 都不知夜林 市林 夜市都不知怎樣吃小吃 所以 食品方面 我估計 Kenneth 我相信 除了台灣掃化劑的情況下 推動到 可能香港 我也知道 也有幾個藥廠 已經收回藥品 今天報紙也有提過 香港也回收了三種藥品 在揭台新毒工場 這三種藥品 包括有 甲本達鎖 有100毫克藥片 有些旺書 適口落 這些都是台灣書 進來香港 但問題是 究竟我們本地的香港製藥 或者其他本地生產的食品 或者玩具 會否都是 在這些添加劑 或者掃化劑裡面 含量過高呢 我覺得 香港的食物安全中心 是需要自己 都加快去檢驗 以及在食物標籤裡面 加強之後 亦都要抽樣檢驗 年輕人一定有工作 其實我有很多同學 在這邊 藥廠那邊都有 將來找一些食品去抽查 也是對香港市民好 如果你說香港的藥品 其實一定會有 質素保證 以及質素保證 也會有 不過我也聽過一些 挺過分的情況 衛藥 衛藥的成份 跟我們那些粉筆 塑粉 是接近的 但 即是它那個 是 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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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令到我們香港在蒙污 我們大家一齊 全民監察 令到香港整體的發展的社區 和食得安心 令到我們所有市民都要健康 這是最重要的 好嗎 今天我們的話題差不多了 我多謝Kenneth 謝謝 致遠 上來我們生生來世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討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甚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觀賞或下載隨書影片 雷彌 雷彌